当狂魔哥张飞三级不开大被队友吐槽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还大呀 张飞 你是吐槽吗 招击到还不会开大 咱们一号 还大呀张飞 留都没钱 卧槽 你骂了 张飞开大了 张飞开大了 玩的玩的好 卧槽 美衣 美补 与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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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狂魔哥本想狙击可劫 结果可劫没拘到却排到了猎魔人 吓得狂魔哥瞬间失化 他没进去 你去玩辅助吗 张飞一号 可以去玩辅助吗 张飞一号 紧接二楼便叫狂魔哥去打辅助 一阵阵讥讽让狂魔哥无言以对 别给我给个上路对抗呀 上路太菜了 这楼怎么 这楼会不会对抗呀 张飞一号 你能不能去打辅助啊 最终在队友的劝说下 狂魔哥无奈只好去辅助 并且还掏出了自己的成名英雄张飞 势必要给队友表演一波三级开打 你的这个张飞是什么 狂魔哥呀 看着狂魔哥 啊 咱们都是狂魔哥吗 面对队友的嘲讽狂魔哥并没有理会 则是认真游戏 殊不知接下来队友的折磨将会让他痛苦一整局 进入游戏队友就开始整活 我这方狂魔还猜 那你可不可以玩 本以为队友说说就算了 没想到吕布刚说完云英就无缝衔接 甚至还想去线下找狂魔哥 不仅如此更是让狂魔哥二级开打 警戒吕布在下路被抓狂魔哥又成了甩锅对象 蒙圈的模子瞬间蒙圈 不是 我被打也抓 玩个虎子在玩什么的 你礼物别逼你 老子骂你 不要在这找画面知道吗 他送了人头怪我老子辅助 此时队友见魔子无动于衷便继续加大力度 只要有问题都是狂魔哥一人的过错 而这把在队友的猎魔下很快就陷入了逆风 魔子见状立马开始吐槽 奇料却被看直播的队友当场抓爆 听到队友怎么说魔子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 立马开卖回击队友的指责行为 可是吕布你是真把自己当个人了是吧 一直在那狗叫找画面 你什么孤儿啊 飞脸老子妈你才爽嘛 真的一直找什么画面呢 玩个笔布零杆三杆零 你好像是舔着脸说话呢你啊 怪这怪那我抢你辅助 我怎么没把你目抢了呢 我怎么没把你目抢了呢 话都讲不清楚了 在那里阴阳这阴阳那的 零杆三杆零呢你还舔着脸 在那里巴巴哇哇叫呢你啊 而队友见魔子如此激动也是非常高兴 不断搞魔子心态让他苦不堪言 别被他扣工资了 不然你又要扣房了 我直播间又没了 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像我的脏话都不说的 他跟个苍蝇一样 一种嗡嗡嗡嗡嗡的狗叫这个D呢 我操我 狂哥我 我操我 他就给他看你 他就给你做一些短热度高 你还得碰我热度高吗 那个 他就有什么好比 我给你做个疤 然而这还没完 云音和吕布更是强强联手 对魔子展开疯狂事态 甚至还问狂魔哥张飞 为什么不开打 还卖呀张本一行 还卖呀 这几年了吗张本一行 为什么我说我开 我低绑之夜怎么就老是排汐傻 傻%呀 这个要求太批准了 我爸比较大 太大了张开 你不怎么嫌 你妈 你赖了 你赖了 小妹改大了 小妹终于会改大了 我记得 我记得就是提示 因为他们的 出事吧 美衣 美补 愿意还从事 随着模子心态破防对面 也推到了水晶 在队友的强强烈魔下 狂魔哥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即便在最后时刻 队友也不忘记统操 还大呀张开 还大呢 还大呀 大都好了 还不开大吗 我都没了 还不开大吗 张明一盘 还大呀张开 你们俩 我开 我开一幕开 你们俩个傻 我操了 怎么老子一整局